你有没有发现曾经买劳斯宾利的大佬 如今选择了三四十万的高端智能电动品牌 有人说新势力们真的在解决用户需求 未来的标签是服务 购车体验堪比爱马仕 理想将冰箱彩电大沙发搬上车 二娃家庭看了直呼真香 他们的出现过了传统豪华品牌 2022年奔驰EQS定价100万家 结果一年仅售出674辆 是未来ES6的1.6% 理想L9的1.7% 但魏小李赢了吗 2023年6月理想老板发了篇微博小作文 他揭露了新势力造车的残酷 不能输 他们就像拿破仑 每个产品就像一场战役 必须不停胜利才能活下来 但有一个新势力品牌和魏小李不太一样 2018年长安华为和宁德时代 三个巨头突然同时亮相 他们的技术合作业内成为CHN模式 C代表长安 H代表华为 N代表宁德时代 汇聚国家队造车顶尖力量的阿维塔品牌就此诞生 基于情感智能的理念表达 阿维塔不止于落实在产品体验的打造上 在品牌层面以月季全新主张传递价值感 阿维塔发掘并创造了用户的很多情感需求 将车重新定义为一个个情感单元 官方把这种态度命名为月季 据说这个有点文艺的词 是理想国的创始人梁文道奇的 他在书里写道 我们变得和追求快乐的目的背道而驰 往往是因为没搞清楚 那个想取悦的自己究竟是谁 阿维塔的月季有别于传统豪华的定义 而是创造更高维度的豪华感 基于用户产生情感共鸣 传统豪华的定义创造品牌溢价 给用户提供等体感 豪华给别人看 在浓厚的历史基建下 传统豪华品牌某一句经典元素的传承 比如宝马的大鼻孔奔驰的大标 设计师在思考用户需求的底层逻辑里 需要彰显传统定义下品牌溢价的附属性价值 而阿维塔对高端的定义在于人与车的关系 这两年大量的宝马设计师来到中国 曾经参与设计宝马6系7系i8 iNEX的概念车的设计师就是其一 阿维塔旗下首款车型阿维塔11就由他操刀 如果你第一次见到他 你可能会觉得阿维塔11像极了来自蔚来的座驾 他好像在刻意隐藏自己的一切车身特征 不仅前脸没有金体格杉 连大灯都尽量做到隐藏 上一个给人这种感觉的设计是马沙拉蒂回旋标 与当时其他的汽车形成了鲜明对比 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通过极端的科幻感 与其他车产生区隔 与车主产生精神上的共鸣 相较于车 阿维塔更想做更智能的出行伙伴 它更像是可以学习成长的出行伴侣 它能够与你进行情感性的交流 例如位于内视视觉中心的情感涡流 就是这种情感性交流的交汇点 今天下半年阿维塔11将全系迭代华为高阶制驾系统 ADS2.0 全系用户都将有机会享受到不依赖高阶地图的制驾系统 预计今年第四季度将实现45个无图城市的落地 我期待未来的某日 智能辅助驾驶发展到更高阶段 车辆不再受高阶地图的限制 可以在地球的任何角落使用智能驾驶功能 私城可以在车里进行娱乐 不知不觉达到目的地 从此不再有堵车疲劳等焦虑 这样的感觉一旦体验过就很难回到传统车了 今年5月我们也成为了阿维塔11的车主 5月20号阿维塔在阿纳亚黄金海岸举办了月节日 这不是一场新势力量产品发布会 而是一场电影节 一场音乐节 他们请来次为乐队在现场唱道 探视万物皆可怕为真爱最短暂 这句话也正是阿维塔发掘用户内心的核心需求 它的豪华是更深层次的价值观和不一样的生活方式 这也是我们购买阿维塔的原因